毛泽东那个年轻的时代 哪有什么学自然科学或者是社会学 毛泽东是从小私属教育培养的 就出了这个社会大门 然后就是离开了家乡之后 他拼命的想去外面读书 看了几张报纸 基本上他的去外面读书 那时候啊 全中国就不知道一个现代化的教育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特别是在湖南乡台这种小地方 然后呢创办了一些 一种既不新也不旧的这种 这种教育体系 毛泽东就去学了 实际上那时候 因为刚好民国就两边不靠 比如说我们古代传统的要读四十五金 它是有一整套的规矩 民国呢又舍弃了这些东西 然后呢重新的就是培养 培养一个年轻人开始学习学问 但是呢引进了很多的这种社会邪科 都是知言骗语之后 没有系统化 因为民国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时代 就是他从全世界引进了很多的知识 但是呢那些知识都是一种碎片化的知识 欢迎了很多外国的这种写者的东西 然后不分好坏的都交给了年轻的毛泽东 造成了毛泽东的年轻时代的极大的这个思想混乱 他也不知道去哪里去解决这些问题 直到他到了北大 去了北大 在北大图书馆 然后呢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但当时也是不系统的 他真正的就是能够系统的了解马克思主义呢 还要等到 因为他后来的日子都很忙 又去景干商 直到了去陕北 到了陕北开辟的跟基地之后 然后跟蒋介石签了一个短暂的一个和平的条约之后 毛泽东才开始有时间有精力的 然后系统的了解 那是他第一次系统的了解社会邪科 然后系统的就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精神 并且呢写出了矛盾论跟实践论 他的他的整个社会邪科的这种成型呢 是比较晚的 他因为他也没有留过洋 留过学嘛 因为当时民国的很多人啊 像像这个我们知道的周恩来 邓小平呢 嗯 为什么他们后来治国呢 就比较理性比较健康呢 是因为他们早年呢 就留过学啊 去过了法国留学啊 就对经济学啊 社会学概念就理解的比较深刻啊 知道社会是怎么硬做的啊 然后呢 他们也就治国就比较理性一点 毛泽东就比较晚啊 他他也没留过邪 然后他所有的社会邪观念都是自邪的 你也不能知不知道他邪的对还是不对 但是总体来讲他的整个对于社会学科的认识是比较晚的 嗯 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嗯 在动荡的社会里面协会了很多金事的才能啊 比如说从最开始的大学时代啊 他就开始啊 组织这个游行啊 那整个游行呢 他搞的就像一个金事演习一样啊 你很难理解啊 就是毛泽东在这方面展现出来金事天祸啊 在大学时代就展现了啊 就即使是搞游行啊 他也能搞的就是有声有色的啊 然后呢 在哪里啊 打这个政府的官员措手不及啊 在哪里啊 哪条路线啊 会达到很好突袭效果啊 这毛泽东搞金事就是比较天才啊 不需要怎么学习 又因为他革命的需要 他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 都是在研究这个金事的艺术啊 假如说一个人在研究金事上 花去太多的时间的话 因为那时候他首先要生存嘛 要在战争中活下来嘛 那他不可能不优先的学习金事呢 他就在社会学上面 就花的时间比较少 没有一个人啊 能够不学习就掌握啊 很多东西啊 然后要学习什么东西呢 都是要花大量的时间 天才呢 也是要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实践 才能有所成就的 不是我们想的啊 就是只要是政治家啊 只要是开国的君主啊 就天生的 什么都会了 这也不符合马克思的基本道 迷雾史观 他也不符合却 如果你不符合却 我们是什么都会